为了让张树国中的校内的闲置教室 能够更加活化 校方特别规划了乐活教室 而市议员中仁达路斯 他则是协助争取了四台的投篮机 在4号这一天 在张树国中进行了一场投篮机的启用仪式 当地里长和家长会长等一席人都来到了现场 一开始就以热情的森巴谷欢迎来宾 步入少子化 现在学校都有不少的闲置教室 再加上戏指多余 为了让孩子们多一些室内活动空间 戏指张树国中将校内闲置教室活化利用 并且向里长反映 希望能够协助争取相关设备 而在接获学校的需求之后 议员中仁达路斯就向市府争取经费 增设了这四部投篮机 感谢中仁达路斯议员提供给我们的经费 来购买这个投篮机 这个有几个益处 第一个就是我们地下室的空间能够活化利用 第二个就是说让下雨天 同学们也能够有运动的机会 第三个呢 投篮机这种投篮机兼娱乐的性质 那也都让同学们能够在娱乐中学习 在跟议员讲的情况之下 议员就说要起步投篮机 马上就是说来购买 那今天就是说也非常的顺利 能够购买进来 那今天来做这个开球仪式 那会使我们整个张树国中 对这投篮机的使用力相当的多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来为我们市值地区张树国中这样的一个服务 因为在我们陈友良里长这样的称奇之下 跟我说建议 希望能够购买这个投球机 让我们的学生在休闲之余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运动 活动中也安排了简单的启用剪彩仪式 而来宾们也担任开球体验 似乎也玩得很开心 当然主角还是学生 接着学生们也依序地排队投篮 现场好热闹 大受学生欢迎 还不错啊 让下雨就会多一个可以玩的东西 像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大家都会很高兴可以玩 只要是玩的大家都喜欢 除了课宴运动休闲也要兼顾 在乐活室的这四部投篮机 除了上体育课 也让张树国中学生 在下雨天也有室内活动的设备 还有空间 接着惠林细致采访不到